科梯生活科梯教室 要为各位同学来介绍这一台 叫天空冲浪者滑翔机 我们看到这个是他的驾驶舱 这是他的主翼 然后 这是他的尾翼 这垂直的方向尾翼 这是水平的升降度 这两个是他的副翼 那我们的螺旋桨 是属于后推式的螺旋桨 后推式的螺旋桨 他翅膀很大 在空中很适合进行滑翔 老师会跟你介绍 怎么样子来操作 首先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一个机舱打开 机舱这边先把它打开 你看到这里摆一摆的这一颗 这一颗就是我们的变电 我们的变电在这里 就所谓的电条 它就是30A 然后里面的这个蓝色的 这个就是SG90的舵机 这个可以来控制我们尾巴 风向舵跟升降舵 里面还装了这一颗黑色的 黑黑的这一颗 这一颗它就是我们的飞控 把我们的电池 电池装进去 那电池我们把这一个 呃 里面会有一个魔鬼毡 你把电池的魔鬼毡 那这一个电线头朝前 因为我们有经过配重 你把它粘在魔鬼毡上面 好我们把电池装进去之后 我的BB架也放进去 那这个时候呢 我把我的驾驶舱把它盖起来 我们是前盖式 然后这里两颗磁铁 那我为了加强它的稳定性 我上面再加了一个胶带 好那完成之后第一个动作 你要先试试看它有没有自稳 自稳状态 我们先我把它转这个方向 让你看比较清楚哈 如果我现在是翘尾的 头翘起的时候 它就往下打哈 这个是对的 往下的时候 它是往上翘是对的 我往左往右的时候 我的方向都会动 那我现在我 你看我的副翼 当我去在做滚飞的时候 副翼它会自己 被我做调整回来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来试 试看我们的 遥控器 那遥控器在启动的时候 每一个都要打到最上面 油门一定要往下 然后让我的遥控器 先让它进行对平的动作 对平完之后 我先做简单的测试哈 是我们的副翼 副翼 你看副翼左右 然后这是我的 升降舵 然后这是我的 方向舵 这是我的油门 好那老师会试飞给你看哈 好那各位同学 我们要起飞的时候 记得要逆风 现在吹北风 所以我待会往这个方向丢 丢出去 然后油门要先开 好先开 然后记得要远离人群 在安全空宽的地方飞行 好那老师现在用我的左边下巴 来推行它 好准备了 我把它丢出去啰 让我们成功的把它下降在草地区哈 記得我們是逆風下降 然後關油門讓它飄行 然後最因為這個沒有輪子 所以最好能夠在草地上 長草區讓它滑行降落 這樣比較安全 那下來之後呢 第一個動作請記得 將它打開 那記得先斷電源 記得先斷電源 避免你誤觸和受傷 所以我要先斷電源 然後再檢查 你的這一個BB膠的電壓 那一般在空氣 在空中它BB膠代表我們第三點七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會希望它降下來 電池先斷電 然後再把這個電池拔掉 然後這樣就完成我們 這一個天空衝浪者的滑翔的 這一個飛行教學 如果喜歡柯T的教學影片 幫柯T影片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掰掰